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如果你是喜欢我的节目 希望你可以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刚刚有消息指出 行政长官和文责团队 将会捐出一个月的人工 这个显然就是东斯效频 到底特区政府所效法的西斯是哪位呢 就是新加坡政府 人家在今天宣布 为了团结国民共同来应对 总理、总统和全体内閣成员 就会减薪一个月 而国会议员也会削减一个月的津贴 高级公务员就削减半个月的人工 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瑞杰说 为了表扬前线医疗人员的 揭出勇气和奉献精神 就会向他们发放一个月的薪金 作为特别的奖金 这件事你特区政府完全跟不上 你特区政府不搞大清算 都已经要掩住半边嘴笑 还好意思发信给这些职工 就说你们缺勤就有机会扣薪 别人是说一个月的薪金作为特别奖金 特区政府 看下东西 学下东西 别人摆明是公关秀 怎样呢 别人就是得民心 你捐完薪金还要被人骂 因为你跟不足 而且别人还说到 资深公务员也减薪半个月 今天在立法会的财委会 在建制派的保价护行之下 公务员的加薪捕款又通过了 你特区政府会不会叫那些警察 捐半个月的薪金 就算你肯呼吁那些警察也不理你 理你也傻了 所以这就是东施效频 你本身就已经没什么跟两了 民心就差不多跌到零 还要模仿别人 但是又学到天一半地一半 你捐一个月薪金就好 但是你会捐去哪些机构呢 是不是捐去那些所谓税务局 认可的慈善机构呢 如果是就是帮自己扣税 根本上是稳笨 完全都傻 捐人工捐一个月有用 你捐够一年才能显得出你们的决心 而且不要想着捐一个月薪金 就可以挽回民望 挽回不了 因为你捐一个月薪金 对于我们市民来说有什么得着 你一是就多派一万两万 不然你捐这些钱又不是给市民分的 有什么用 还有我要提醒新兼行政会议成员的 立法会议员叶刘淑宜 因为她曾经说过 说这个林郑如果带头减薪的话 她也会减薪的 现在人家捐一个月薪金 你叶刘记得捐一个月薪金出来 捐这个行政会议成员的人工 至少要八万三千零五十元 记得捐钱叶刘 接着想说关于日本的情况 北海道的知事灵木直道 就是一个非常果断的地方行政首长 她宣布北海道今天会进入紧急状态 呼吁当地民众 在这个星期六留在家里 不要出街 北海道其实就是日本的 所有都府导院当中最多个案的地方行政区 她今天新增了十二例 累计已经六十六例 全日本最多是她 她真的遥遥领先 所以她宣布这个紧急状态 是有科学根据的 为什么她可以这么果断呢? 其实在她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之前 她已经领先全国 宣布北海道所有中小学要停货 比起安倍更加先 她在宣布这个停货决定的时候 就说到 既然中央政府拿不出答案 我们北海道就自己去解决 希望所有的盗民振作起来 或者有人会批评 她这个停货的决定 是反应过敏 但是她就认为 政治的判断结果就是一切 所有的政治结果 由她这个灵木知事本人一力承担 这些就是够英明果断 够斩钉截铁 对比起安倍那种优游寡断 完全两个人一拍完 安倍就比下去了 所以日本国民在Twitter 就赞到这位灵木直道之士 天上有地下无 就觉得她真的捍卫得到 北海道人的利益 如果等中央政府打救 他们就惨了 所以安倍的民望又进一步下滑 目前你也说 根据最新的民意调查 她的民望就已经跌到负值了 即是支持率低过反对率 这个当然来说 就是自从一百年以来的新低 这个安倍其实也是活该的 因为她就当好像没有事发生 直到昨天她才宣布 全日本的中学小学 就由下个月二号开始停货 直到春季假期完结为止 这个已经慢了三拍了 而且这个决定 又有一些地方政府不跟随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些地方 他们的双职家庭比率非常高 老爸老母都要上班 一旦决定了停货以后 那一旦决定了停货以后 就是停货这个安排 你说到底日本的政府内部 有没有沟通得好呢 除了这个停货决定以外 还有就是关于停办大型活动的决定 安倍在礼拜二的时候才宣布 说基于专家的建议 暂时就不会一刀切 要求所有的体育文化活动 暂停举行 但是去到前天 又说要求所有的大型活动 在未来两个礼拜 就暂停举行 不要搞字了 而且这个文部科学省 又向所有的体育团体 文化团体和地方政府发信 要求他们在这段期间 暂停所有的活动和公演 而国立的美术馆和博物馆 亦都要休息 认政府的要求 籃球运动的赛事和演唱会 都要终止或者延期举行 这就显示出它悠由寡断 那你叫那些地方政府 是不是要无所适从呢 在这样的情形下 这个的灵木姿势是厉害的 首先 他为什么可以作出一个这么果断英明的决定呢 就是从他这个背景要说起 因为他曾经在东京都的时候 任职一段时间的公务员 他任职什么部门呢 原来就是任职在一些卫生部门 所以他这个相关的背景和经验 就可以帮助得到他下这个决定 第二个就是 他只不过作为北海道的支持 因此他就不需要顾虑太多的因素 比如说不需要顾虑这个奥运能不能够搞得成 因为他是北海道的支持 他管好自己就可以了 而且他又不需要考虑其他东西 比如说这个对华的关系 或者是一些观光的收入 他就将这个北海道文的健康 就放在第一位 所以他就能够作出这些正确的决定 至于安倍 当然就想太多事情了 夜长梦多 想多两想 就失去了一个黄金的时刻了 当然了 亡羊补路未为晚也 后知后觉总好过不知不觉 至于日本还有其他措施 比如说东京的迪士尼和大阪的环球影城 都宣布了关闭至今个月的16日 所以我建议 如果已经订好机票或酒店去日本的旅客 麻烦大家取消它最好 因为我在网上就看到有些人说 就说一早已经向公司请好假了 就算现在临时退态说不去 都没办法消假 这几天的假期就硬吃要留在香港 而且一早又订好机票和酒店 那为什么不去呢 我就劝语这些人 除了想你自己的玩乐以外 都要想想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你的子女 甚至是你的宠物 最新的消息就说 一旦主人出事 那些宠物都要被安排去余护署 进行检查14天 即是你的猫狗就要被困住了 那你会不会捨得呢 你忍不忍心呢 所以做任何事都好 停一停 想一想 三思而后行 好了 最后就想说一名抗争手足 他康复的消息 他怎么说呢 他就说想不到这么快 又跟大家见面了 感谢大家的关心 他和他妈妈昨天一起回家了 至今全家就是全部安全团圆了 首先要多谢各位医疗人员的悉心照顾 他都知道他和他妈妈这两个个案 浪费了他们不少的努力 有时他都会开玩笑地说 这两条茂利 早就没了症状 还留在那里浪费资源 幸好现在最终安全回家了 其次很老土地说 多谢各位亲戚朋友 公司和同事的关心 有时都觉得不好意思 因为他和他妈妈 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中招 所以都很正常地去拜年和上班 拜年就已经不对了 拜年是不对的 要重新说一次 就算现在也是这样说 抗争手足也是这样说 拜年也不对 罪会也不对 不要做 OK 接着他就说 直至中招时才觉得好像连累了你们 幸好最后你们都没事 现在他们全家都平安没事 算是不幸之中的大行 而且正好反映得出 平时的个人清洁和卫生是非常重要 既然现在这位抗争手足的全家都回家没事 恭喜他 而且希望他经一事掌握志 千万不要再做一些高危的活动 好了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